你有没有试过往马桶里扔炮仗 在电影速度与激情中 速机小队就朝警察局的马桶里放了颗炸弹 这一炸炸出了喷泉的效果 这有可能吗 虽然这次实验有点味道 但绝对会满足你的好奇心 首先要做出一个马桶模型 先进行小规模测试 用泡沫做出马桶U型管的形状 然后需要一个透明水管 这样就能看到炸死的全过程 马桶制作完后 用石膏固定盖一块透明的雅克力板 这样就能看到水花的运动轨迹 一个简易的马桶装置就制作完成了 往里面倒入蓝色液体 模仿出马桶正常的工作状态 为了模拟出更贴近现实的效果 在下水管道中设置四个爆炸点 但由于是小规模测试 先不使用炸弹 用一个超强冲击力的气泵 来模拟爆炸时的冲击力 先把气泵插到第一个爆炸点 打好雨伞准备看结果 3 2 1 Go 很小的压力 就能让三个马桶实现喷泉的效果 但如果放在不同的爆炸点呢 3 2 1 Go 实验结果还是一样 不管爆炸点处于哪个位置 三个马桶都会释放出同样的喷泉效果 但这只是小规模实验 如果在马桶里丢进真的炸弹 效果会不会更壮观 为了满足大伙的好奇心 实验场地来到开阔的野外 这次用上真的下水管道和真的马桶 搭建一个完整的厕所系统 炸弹使用威力最小的樱桃炸弹 说它威力小也只是和其他炸弹相比 但现在有个问题 樱桃炸弹的导火索能否在水下正常燃烧 因为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中 使用的就是这种樱桃炸弹 好在是导火索中有充足的氧化剂 在水下燃烧毫无压力 下面正式测试开始 把樱桃炸弹塞到下水管道中 躲在安全屋后 引爆炸药 虽然樱桃炸弹的威力很小 但冲击力仍然把上面的三个马桶全部炸飞 并没有出现电影中或者动画片中那种喷泉景象 这些马桶都是正常被固定在上面的 水还没有喷出来 马桶就已经被炸飞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下水管道里的水太少了呢 为了实验的准确性 重新安装马桶 往下水管道里灌满水 然后再次安放樱桃炸弹 看看能不能实现马桶喷泉的神奇景象 3 没有任何力量能扛住炸弹的威力 就连小小的樱桃炸弹也不行 看来电影里和动画片里的马桶喷泉景象 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接着眼前轻得帮助炸弹花 看来电影里在上边 画片里的马桶喷泉注炸弹锈 保持炸弹水 看来电影里的马桶喷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